今天我们用卤谷蘑菇和橄榄蜘蛛做美味的万圣节披萨 希望大家喜欢 是的,今天的披萨也会放三文鱼哦 是一个大家一定要试一试的食谱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由于富含Omega3脂肪酸 鲑鱼在超级食物名单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Omega3脂肪酸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脂肪 具有一系列的健康益处 首先,Omega3脂肪酸可能有助于减少全身炎症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了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材料我已经打在屏幕上了 当然大家也可以按自己喜欢的食材进行调整哦 洋葱去皮切丝 洋葱去皮切丝 放在屏幕上 橄榄切瓣这是用来做蜘蛛的身体 部分橄榄切条这是蜘蛛的角鹅 像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组装成比较大只的蜘蛛就像这样 小只的蜘蛛就这样组装 现在我们来做颅骨蘑菇吧 首先蘑菇切半 蘑菇根部切平 准备一根筷子用来插三个孔 用硬的吸管把眼睛部分压出一个圆形 慢慢旋转按压避免压碎蘑菇哦 用刀子在蘑菇根部部分小心划细线 用刀子在蘑菇根部部分小心划细线 像这样就可以了 像这样就可以了 剩余的蘑菇可以切碎 用在披萨上就不浪费了 把烤熟的三文鱼压碎备用 烤熟笋一门 烤盤铺上铝箔纸 面包用来做披萨饼皮 现在把面包压变吧 面包铺在烤盘上 面包上抹上番茄酱 随意撒上洋葱丝 撒上蘑菇和彩椒末 另一片铺上圣女果 蘑菇颅骨放在上面 披萨的料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吧随意就好 排好橄榄组装成蜘蛛的造型 组装好了漂亮吧 撒上满满的芝士就可以送入烤箱了 芝士尽量不要盖到蘑菇哦 送入烤箱烤十二分钟左右 芝士融化了 肚子饿了 美味的蜘蛛颅骨三文鱼披萨出炉了 颅骨蘑菇被融化的芝士盖住了 橄榄蜘蛛的造型很成功哦 这个披萨很适合在万圣节拍作给大家一起分享哦 简易也可以把披萨切小片 这样大家也可以很容易拿来吃 对了如果您在寻找万圣节食谱 欢迎到我的频道万圣节系列去看看吧 我这几天都会陆续上传新的食谱哦 我的频道有三千多个食谱 一定有您喜欢的食谱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看看找灵感吧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 分享给大家 中午是中文视频 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 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 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 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 不见不散了 I know you I know you 感谢观看